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 他们已经下山去找寻您刚才打的猎物了 朕想到了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陛下请说 如何让玉珍坊 那三百人光明正打倒回来 让这三百人跟着您和郡主回城 进诛者斥 跟着朕果然是进步很大 不过 已知求子良一定会对付您和郡主 如果这三百人就这样回城 岂不是自投罗网 所以就得看你的了 是 臣截指 随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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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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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您宣众的猎物都找到了 没看到这你正在忙着吗 滚 是 是 弟兄们 快走 陛下 对不起 对不起 是臣腿间 这 这 臣告退 是 小腿还挺有劲 就是她 就是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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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 对啊 对啊 来 慢慢 慢慢慢慢走 好 到底怎么了 婆婆实在没有想到 我还有当皇亲国契的命 是 您到底怎么了呀 月儿 你跟陛下的事啊 我不都听说了 别不好意思 之前陛下为你上药 您别胡说八道 那都是没有的事 是 脸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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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我的好痴儿 说一千道一万 记住伯伯这句话 到时候呢 就好生地侍奉陛下 哎 嘿嘿嘿 到时候 哦 对了 关键是什么 有什么事情 不能由着陛下的性子来 这个陛下呀 灵性宫女啊 都一定是要记录在册的 如果有了身孕之后 哎呀你别说了 哎 哎 你 不记 不记 哎 听说他就是昨天的 一大烈士是封陛下那个人 听说陛下特别喜欢他 也不知道他走了什么运 我听说啊 他可能会被封为妃子 真的假的 你说这以后 不非常之都做凤凰了 就是 还不过来 给朕揉揉腿啊 嗯 还不过来 给朕揉揉腿啊 还不过来 给朕揉揉腿啊 你听不到文化吗 过来啊 给朕揉腿啊 你听不到文化吗 揉腿 朕腿疼 哦 哦 哦 我 我知道了 哦 你怎么还那么笨呢 怎么还那么笨呢 陛下 该吃药了 让鱼儿过来 陛下 行了 让鱼儿过来服侍朕 你们都退下了 是 深更半夜的 干什么去了 陛下找人 都没人应啊 退下吧都 是 陛下 陛下 是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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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和匯行 有了吗 有了吗 秦 陛下 夜半惊醒 难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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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朝承热于 宫中侍寝 脱鞋 你怎么还这么笨 说吧 说什么 朝承热 难不成 你以为朕真的是要你来睡觉的 反剑计 懂了吗 对了 胭脂看了 高公公的那个碎纸片之后 确实熄了 而且很生气 生气 他截住了那么重要的一个大情报 又可以去秋子梁面前幽宫 他有什么好生气的 人什么人哪 十万火急的 发什么呆啊 嗯 胭脂 真的很奇怪 他好像 真的不想陛下有事 陛下 求大人担心陛下腿伤 特地让奴才送药来 高公公 陛下 陛下才有失识 已经歇息了 军下已经歇息了 哦 滚出去 是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记下 陛下让高公公滚 写 好好写 写 写 所以 囚子梁会在宁河故屋入城时动手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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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换掉朕不难 但想指定安王继位 隔地藩王也不是吃白饭 陛下 那是什么意思啊 朕已经写了十二份诏书 派韩定给十二位接渡使 朕若死了 他们就会扶植新的皇子继位 那样岂不是天下会大乱 所以 丘子良现在不敢轻举妄动 他现在所谓的兵权 就只是在衡安城内耀武扬威 到了外面 就是白纸一张 明白了 幻权来自于黄权 黄权若崩塌了 幻权也就死了 陛下怎么了 我说错话了 这句话 很多年前 朕的老师也说过 老师 陛下的老师是谁啊 是一个白笔无侠的人 说 诚若于世气 太多了 那憋怀了 莫美聪慧 沙儿 可不 富高 伯父 本来 不是 都无法 不得了 这 可不得了 是 平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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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程若鱼 程若鱼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你得到朕的恩宠 你就得意往行 你再敢为朕武求情 你试试 回去必能思过 安芝 看着你的侄女 没有朕的允许 不许发得出来 是 是 程公公 程公公 刚刚那段话又有写吗 你知道滚字怎么写吗 小的知错了 滚哪 这又是怎么了这是 哎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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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好 有人来了 我去引开他们 你去如风先走 你 是将棋营的人 对 应该是将棋营的穷烟池 跟他们拼了 你有伤 你先走 那你怎么办 我自有办法 你可别冒险 别这么多废话 走 驾 驾 驾 程若云 跟着你 果然总有惊喜 卑鄙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了 是你多管闲事 暴露了行风 有话就直说 跟踪我干什么 我说过 紫衣局和玉珍坊 都不是我的目标 现阶段 我们完全可以 友好相处 话说得倒是好听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哪一点值得人相信呢 我们可以先谈一谈 谈什么 谈笔交易 什么交易 把佐玛给你的东西还给我 佐玛 谈一谈 前晚你在林子里救的那个人 他什么也没给我 当真什么也没给 当真什么也没给 鱼儿 我们不是敌人 我说没给就没给 要不然 你来搜搜看 马背上 是 颜兄 通知他们 把刚才那个女人追回来 是 快去追刚才那匹马 是 是 驾 驾 驾 求颜知 你到底要干什么 把东西还给我 否则我把玉珍坊 三百人交给爹爹 落到他手上下场如何 你应当清楚 求颜知 你的心好毒啊 多谢夸姐 我 禀报掌西人 紫云阁内空无一人 我等无能 请掌西人呈见 下去 看来 只能把你带回去 交给楚国公了 那就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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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彦 陛下 你们要将朕的执剑人怎么样 臣不敢 一场误会而已 还请陛下恕罪 误会 你怎么样 臣没事 上马 我 我上哪匹马 上朕的马 是 上马 驾 这么大的阵仗 怕是瞒不过公公了 咱们想想该怎么解释吧 解释之前 先去看眼镯嘛 陛下 您怎么来了 臣见你迟迟不归 只好亲自出马 你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无能 多谢陛下相救 你想多了 程洛宇 朕只是除了狩猎 横巧遇见你 顺便带你回宫 是是是 我就知道是这样 对了 对了 陛下 玉珍房的人 也是您救的吗 陛下 有您真好 陛下 如风 奴夏子苑叩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夏子苑 是在下 陛下 您认识夏子苑啊 趁他这匹白马如何 陛下的马自然是最好的 回宫 是 原来如风是陛下的吗 怎么 想好该怎么杀我了吗 想好该怎么杀我了吗 我看了你给程若瑜的东西 就凭这些 能奈我何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值得你以命相搏 你什么意思 你可以走了 我随时等候你 下一次挑战 求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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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轻点儿啊 你到底会不会啊 忍着点儿 别那么娇气 都怪你 当时要不是你非拉着我一起 陛下 坐吧 谢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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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 什么情况 其实要感谢光王殿下 要不然我就白去了 雨夜龙门 助你破阵 卧兵求礼让你施恩 但第三个梁小儿便日 又是何意 他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陛下 就只有他不服我 所以就把他带回来了 用帝王酌日震慑他 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管用的吧 紫月 你现在听我的吗 既如此 就让他跟着你 玉珍坊 已经出发去静养了 你跟他们之间 也需要一个传话的人 是 臣也是这么想的 行了 天色已经不早了 你们先回去休息 是 我 我们继续 这 这 有 我 是 我 你 老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喂 喂 你又搞什么呀 谢谢陛下 又救了我一次 齐勒欢 是 夏紫月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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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替姑姑请罪 姑姑虽然是为了陛下 为了子一举 但错了 就是错了 你不是帮亲不帮离吗 是 所以臣愿替姑姑受罚 但陛下 郡主现在危在旦夕 能不能等臣救助她之后再说 所以你要去救她 是陛下要去救 不是吗 陛下 我们现在有三百人 朕无藩臣各个武艺高超 将其应无计可施 神才军现在 明面上也是听圣旨的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是有力的 但朕也并不想去救宁和 她作恶多端 逼着朕跟丘子梁自相残杀 回京 也只不过是她计划中的一部分 那我们更要去救她 粉碎她的阴谋 你为何如此的欺人朕 也许朕是个坏人 朕有罪 朕所遭遇的刺杀和报复 都是罪有应得罢了 陛下 曾经的您 臣不认识 但现在的您 在臣心目中 是个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朕绝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 朕绝不会让你后悔跟错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陛下的吗 我之前去奇山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杯囊里 这没有留个东西 在这个杯囊里 那这 是不是球烟枝 逼我浇出去的东西呀 这上面怎么没有字啊 你别弄了 你别利用了 什么意思 匠情内讧你 昨晚栽赃陷害你 裘焰之追着你跑 真正的东西还在他们的手里 真的是 一个个都把我当背过的冤大头 陛下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害怕与裘焰之那样厉害的对手为敌了 怕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 不过 裘焰之给我的感觉 真的很奇怪 你说他是好人吧 他做了很多坏事 可是你说他是坏人吧 他又一次一次暗中 帮我们 你说他到底图什么 想知道 继续返建计 把你手上的这个东西给他 他 不信我怎么办 他会信你的 全部人 dicen 姑娘 不信我 Kenn是 你看你 被我看得到你 赶手 给你一顾 谢谢你 姑姑 陛下 您怎么了 您做噩梦了 陛下 您要是实在担心您和郡主的话 就派臣去救他吧 仇子良不可能会杀他的 朕只是想让他入住寒凉殿 探订他是不是真正的第三人 又或者 引出真正的第三人 陛下的意思是 此事如此蹊跷 另有炫尽 李全房的桂花糕 看来是与邱炎之谈得不错 还有心思去买桂花糕 不是 我是正巧路过了 去的时候呢 就只剩最后一块 陛下 来 陛下您吵一口 吃完之后呢 心情会变好 别家桂花糕 造型呢 都精致好看 只有这家的样子 还是那么的清甜 地头 你这傻笑什么呀 我是在笑 我觉得 陛下特别像这桂花糕 原来 在你的眼里 正长得像这个呀 鱼儿的意思呢 是觉得陛下像这桂花糕 是因为 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 讨喜 但是呢 料醋 味浓 尤其是这人情味 就像陛下对您和郡主一样 虽然他屡次想要害陛下 但是陛下 还是对他像对家人一样 陛下 臣觉得这样的陛下 最是好看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没有 没有 拿着 吃吧 还凶啊 是 陛下 过来 冲瑞 你又要做什么 您过来 没有朕的允许 赏你上朕的戎床的 又不是第一次了 都不是第一次了 那你告诉我 还想多少次 陛下 您是不是不敢呢 我跟你说 你声音给我小点 真不敢 朕不敢 朕的龙虫 朕怕什么 怎么 阿摩 会不会 陛下 臣以前呢 也经常做噩梦 噩梦醒来之后 跟您的症状是一样的 全身紧绷 头痛难眠 这个时候啊 姑姑就常常给我这样按一按 让我放松 所以你识程兮 如指钦 以前我什么都不记得 也什么都不会做 就只会哭 是姑姑日夜照顾我 如果没有姑姑的话 就没有现在的我 所以你说帮亲不帮礼 陛下 陛下 我知道姑姑做错了事 我不愿意放弃 但是为陛下的执剑人 我更不允许有任何人伤害您 包括姑姑 你这年纪不大啊 想的可真多 好一点了吗 好多了 上去一点 陛下 陛下 老奴有要事禀报 快快 陛下 陛下 月针坊的子愿报 说是昨夜在荆州遭到夜袭 宁和郡主受伤昏迷 他还说 现在荆州刺事 正在盘查随行人等 恐怕 恐怕我们的人要暴露了 燕池答应过我 不会动我的人 那这刺客 又是谁派来的呢 我 朕亲自去荆州 陛下 这万万使不得呀 现在事态未查明 陛下要去了 那就是 以身涉险哪 陛下 让臣去吧 朝天不可一日无君 陛下您 千万不能离宫 让臣代替您 去一趟荆州 一探究竟 陛下 你们全都退下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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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如何 您和郡主胸口被刺了一刀 大夫虽说没有性命之友 但是何时苏醒不好说 首先您和郡主是半夜遇刺 那个时候除了陛下这样的意外 其他人应该都睡了 半夜遇刺衣冠不整 虽然烧定后会重新熟悉打扮 但不会太精细 对吧 可是我见到弥沙郡主的时候 她身着大兴郡主的差殿礼 意思不够 而且弥沙郡主一见到我就问 陛下为什么没来 看那样子倒像是 要去会晴郎似的 过来 怎么了 瞎说什么呢 我没瞎说是真的 而且我去检查 您和郡主的伤口时 弥沙郡主也不让 她没有理由这么做 除非她担心你 看出些什么来 不过 陛下您看 我拿到了这个 这个呢是我从大夫那里偷到的 应该是您和郡主换下来的药 而且啊 我还细细听他们说了什么 不过 倒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程若云 这偷鸡摸狗的功夫 你果然在恨啊 陛下 还有一件事 而且是最重要的事 弥沙郡主 还有各个镇吴藩臣 他们行走间脚步沉稳 应该都是绝顶高手 你说说你的结论 我的结论就是 仇言之之前跟我说过 要让您和郡主回京 所以那刺客 就不是楚国公的人 仇言之 虽然是个坏人 但绝不是个小人 姑姑之前跟我说 阿妩是被您和郡主控制的 但我这次见到她本人 看她也不像什么心机沉稳之人 反倒面将其苦 为老先衰 陛下 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 此事必有蹊跷 您和郡主 有可能是被人控制了 这个人利用了阿妩 利用了刺客 也利用了您和郡主 这些人 陈印台勾结郑武 刺杀史权忠的时间 与阿妩行刺楚国公的时间 很接近 他们下手之前 应该酝酿了很久 同样 阿妩和九四的行刺 应该是大乱的前奏 郑武既想要卢从 又想要恒安 卢从军大乱后 朕无藩臣立刻以 护送您和郡主回京为由 一路毫无阻拦地直入恒安 随行五百人 各个武艺高脚 他们无非就是想在 进城市对姑姑下手 不想让姑姑见到朕 说了些不该说的 郡主虽然昏迷 但不影响朕无藩臣 护送她回恒安 一旦进京 恒安 就会是第二个卢从 卢从沦陷 那是因为有陈印台做内营 那么恒安呢 不对 恒安和卢从不同 同样的招手 在这里是行不同的 卢从义主是因为兵权旁落 而我大兴 中央兵权牢牢掌握在 楚国公的手中 卢身不逊 就算是杀了陛下 政局也不会太过于动荡 好 还有 鱼儿带回来的这些 也没有问题 宁和确实受伤不轻 大夫用药也没有问题 城市靠细节 若是有人故意安排 绝不会在这方面露出马脚 好 我还以为 我这次想了这么多 挺聪明的呢 你不是一向擅长 自作聪明吗 那信了我的话的陛下 又是怎么回事呢 朕只是假装戏弄你玩的 陛下 光王殿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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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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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有其他职位啊 将其营左右二世 在神才军中都有挂职 严修主要负责保护求燕之 按他的指令行使 行刺宁河的刺客 现已被他擒住 经查证 是郑氏后人 又是郑禄 郑氏与党二十七人 已全部关押 其首领政天招供 多次行刺 均为为正路报仇 并无其他 真的假的 我们一直都抓不到刺客 他一出手就搞定了 起码 壮旨上的指印是真的 他们的身份是真的 朕明日亲自去审问 怎么会或许说 这是真正的 法目呢 方便 他也有 是真正的 朕明日亲 您是指 去正路加抄家的那一天 有些话 朕敢说 但从无人敢问 那陛下的意思是 让臣问还是不让臣问 那你觉得呢 陛下 您想让臣了解您 又什么都不让臣问的话 那注定要 孤独终老啊 很好笑啊 正路呢 他虽然是一个小人 但是跟李絮相比 他确实 治好了皇兄的风景 而皇兄呢 让朕给他流条血脉 所以 所以 您放走了阿妩 之前您还跟我说什么 为了实践 您还真是 是为了实践 对对对 您说的都没错 您呢抄家杀人 都不是被人逼的 也都不是为了自保 而是为了皇位 对吧 是 是为了皇位 陛下 把那些都忘了吧 我小的时候 也有一些很可怕的回忆 所以呢 我就选择 睡了很长很长一个觉 一醒来 什么事情都忘了 你个胆小鬼 可是臣开开心心 活到现在啊 陛下 如果 以前的您 让现在的您 很痛苦的话 那就忘了吧 就有点累了 陛下 让我们一起 换个活法 啰嗦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我 我跟陛下怎么可能 太丢脸了 抓到郑氏后人了 总共二十七人 死了十七个 剩下十个 口供全部一致 骗鬼呢 我实在难他们没有办法了 所以 我找了左马来 他倒是适合干这事 参见陛下 朕来看看审得如何了 是 陛下请 陛下 陛下 你在这里等着 为什么呀 我 陛下真是怜香惜玉 那你也在外面守着 谢陛下垂怜 臣不是娇花软玉 臣还是进去吧 你 陛下 陛下 您敢求认知他 听朕的话 在外面守着 是 陛下 来啦 佐马 问出了什么 跟陛下汇报吧 死人名正天 八年前抄家的时候 拼死护着正路的女儿逃走 我审问他 我审问他 是如何突出重重包围的 他回答说 是陛下手下留情放了他们 哦 继续 他们逃出恒安之后 先是去了趟凤阳 正路在凤阳当截度使的时候 留下了不少珠宝 随后他们带上这些珠宝 逃往了河东 又居在河东 他居然什么也没有发觉 继续说 一年之后时居渐稳 郑武吵着要复仇 正好大人要创立将棋营 需要各地去挑选 合适的好苗子 于是左相 就挑了正武 进来了 也就是说 正武所有的手势户籍 其实都是 都是左相编造的 在筛选的时候呢 正武被淘汰了 就放弃自生自灭 可不知怎么的 却被月蜀房的人相中了 推荐给了承熙 结果 承熙就让正武 进了此一句 很好 紫衣菊也被拉下水了 自此之后 正武在宫里 正天他们在外面 这样一内一万 互相通过鸿沽来传往书信 所以说 鸿沽收到的所有信件 其实都不是来自卢丑 而是来自河东 没错 那正武 为什么还没有练好武功 就茂然行刺 那我问你 倘若是 你身患绝症 命不久矣 你还会有时间 继续等下去吗 什么绝症 此乃正武尸骨的意见 中毒 不知道到底是突然病变 还是中毒 总之啊 我命人把正武的尸体 挖了出来 他浑身上下的骨骼 布满了全是这般 黑色的斑锦 想必 他生前定是很难熬 索性放手一搏了 此事不用告诉程洛宇 此事不用告诉程洛宇 是 正我意思 政天自然不顾一切的钱来拼命 厮杀陛下不成 就去厮杀宁河 他们呢 是希望陛下去怀疑阵无 从而挑起两方的争斗 除此之外 他们没什么其他可做的 陛下信吗 当年放走他们的 确实是真 现在此事牵扯到陛下 右居 左相 承熙 是所有人的疏忽 造就了这样一个巧合 那你信吗 不行 但凡是经过我手的这些人 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 这点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 他们说的是实话 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 而他们背后 有一双神秘的手 一直在推动局势发展 下完了这一整串的暗器 这第三人很是厉害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他的下一步棋了 陛下 陛下陛下 程若渝 陛下 臣不是故意闯入的 是姑姑来了急报 说您和郡主进城了 您和姑姑醒啊 没醒 是弥沙郡主说 太医医术更高明 所以就进城 这么公然地来了 是 该看见的 还是会看见的呀 是啊 你想看他下一步棋 不是也看到了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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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没什么事 只不过一直 你人还醒不醒了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 陛下 我没什么事 臣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我 我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行 那朕就先去 你随后跟上 是 那十个人到底该怎么处置 第三人想借我们之手 除去那些没有价值的棋子 我偏不如他意 留着他们 好 好 村里 横安果然是繁华 好热闹啊 郡主怎么突然进京了 军师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正是她让我进京的 我都迫不及待 想要见到陛下了 孙莉 你见过陛下的 如何 感觉就像军师说的那样 金玉其外 败去其中 那样起飞更好 你看那儿 孙莉 驾 好 郡主 郡主 你怎么还要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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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好